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接近7000亿元人民币 双双创下了历史记录 内地各大景区无不人潮如涌 北京巴达岭长城只见人头不见美景 故宫的每日参观人数攀升到历史新高 天安门广场更是人山人海 北京之外 内地多处著名观光景点也都上演人海景象 不用说南京夫子庙和上海外滩 就算是武汉的楚河汉街 连连的雨天拥挡不住大量好玩的游客 人潮汹涌给各地保安带来了巨大压力 北京警方表示 黄金周期间首都共投入417万人次的安保力量 保证了社会秩序整体平稳 10月4日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动用否决权 连同俄罗斯的反对票 以及南非、印度、黎巴嫩和巴西的弃权票 使得欧盟国家提交的谴责叙利亚政府镇压示威活动的决议草案没能通过 而欧洲国家普遍支持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宝东表示 欧盟提出的谴责草案既不利于缓和叙利亚局势 不利于稳定中东北非局势 也有为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联合国原则 投反对票的俄罗斯代表邱尔金认为 这个草案建立在对抗理念上 还包含制裁威胁 也没有考虑俄罗斯的不允许外部武力干涉的建议 资本主义在美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以持续三个多星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至今不但没有冷却反而继续升温 类似的抗议活动已蔓延到芝加哥 洛杉矶 华盛顿等美国五十多个城市 印第安那州的示威民众表示 他们希望这次的抗议行动 能够让政府听见人民的呼声 在纽约 示威的年轻人数量没有明显的增减 但有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加入行动 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 随着纽约气温渐低 现场开始募集保暖音物 供示威者取用 有艺术家进行小额募款 用来资助示威者 10月6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就占领华尔街运动做出回应 他表示 抗议活动反映了民众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挫折感 奥巴马称 他上任后运用了大量政治资源来防止金融危机 但是他的努力遭到共和党人的不断阻挠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聚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今天的默然回首我们要聚焦的是上星期爆发的温州金融风暴 一场罕见的高利贷风暴席卷了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地区浙江温州市 今年四月至今温州有九十多名中小企业老板 因欠下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跑路 留下近两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引发企业倒闭潮 惊动了中南海 十月四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率财经高官赶赴温州考察 督促当地政府在一个月内稳住经济和金融局面 今年九月二十一日 温州最大演进制造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负债出逃美国 震动中国财经界 实际上四月份开始 温州老板跑路的苗头已浮现 到八月份超过二十家民企老板负债失踪 此后情况愈演愈烈 在胡福林却跑的第二天 又有至少九个老板跑路 欠下的债务少则千万 多则数十亿元 温州素有民营制造业之都的美誉 但民企融资一向困难 让高利贷行业趁机崛起 近年温州的信贷担保公司 投资咨询公司和地下钱庄纷纷涌现 大量资金疯狂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89%的家庭和近60%的企业参与高利贷 借贷规模高达110亿元 借贷利率由各位数飙升到最高三位数 然而受到全球经济不仅人民币升值和信贷紧缩的打击 温州民营企业生存艰难 许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还不出高利贷本息 老板跑路的跑路 跳楼的跳楼 民间借贷正面临着崩盘危机 温州政府近日推出打击高利贷的新措施 界定民间借贷利率如果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 就属于高利贷 超出部分将不受法律保护 如果约定利率超出法定范围 债务人可以不用支付超出部分的利息 10月4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温州市企业家座谈时表示 中小企业应该是银行借贷的首要对象 并应该获得政府更多税务优惠 他呼吁银行更加容忍中小企业不良贷款比例 并定出中小企业贷款比例和贷款增长目标 以及减轻中小企的借贷成本 上星期是中国的黄金州 刚才我们前面的新闻回顾里面也谈到了 4亿中国人出游 全国的大小城市景点是人满为患 人山人海 但是唯有温州的情况却是例外 温州基本没有什么过节的气氛 不仅如此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三个月之内 两次到同一个地方 到一个中等的这个城市 也就是温州啊 这在中国的这个当代这个政治史上 也是相当罕见的这个事情 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温州出了大事 7月份是动车组的这个追尾事故 这个也震惊国内外 而这一次呢 这个在国庆期间 温家宝总理从北京赶到了温州 来处理温州的这个金融危机 或者是这个高利贷的风暴呢 那么也再次使国内外 再关注温州 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这个前沿 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到底出现了这个什么事情 那么温州出现了这个 这个金融危机也好啊 这个高利贷这个风暴也好呢 这个海外的媒体啊 或者说这个我看这个 特别是英美的这些财经的这个报刊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评判啊 或这样的一种估计说 这会不会是中国式的金融危机的这个序幕 那我想呢 他们可能还是 他们这个分析呢 应该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因为温州这个情况是相当特殊 特别是这种全民卷入高利贷的这个情况的 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看到 高利贷啊 在中国各地不同程度的都存在 但是像这样全民高利贷90%的温州人 和这个超过一半的这个中小企业 都卷入了这个放或者是借高利贷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这个在中国其他地区我们看不到 中国沿海地区其实啊 现在我们说这个民营企业发达的 这个地区也不少啊 或者说善于经商的这个某一个地区的人啊 比方说这个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可是同样被称为犹太人 还有像潮州人啊 那么像这个我们像我们看这个浙江省的 这个其他地方民营企业家是这个人才辈出 我们像看到这个杭州啊 明波啊 台州等等都是这样 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这种 这个全民卷入高利贷的这个风暴 所以温州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是有相当特殊 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那特别是如果温 温州这个据说现在全市啊 这个不完全 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统计 那据说现在全市这个 已经有1500亿的这个高利贷 它是无法收回的 那么对于温州这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来说呢 这个资金的这个规模已经就是相当大了 但是我想更令人吃惊的是 呃 现在如此巨额的这个高利贷 他在温州的这个经济 或者是地下经济当中用作 这个居然呢 他80%的高利贷是由谁来放的 是由温州市的各级官员来放出来的 那么这是广东的南方网做的一个报道啊 那么我想这个事情本身也就看到了这个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的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贪官手上是有不少钱 但是贪官能够把自己的钱这个公然的去放高利贷 这也只有在温州才能够看得到 那么也因此呢 这个情况就显得更加这个特别了 同时我想想到了就是 因为温州呢 往往被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讲温州 温州人这种敢于为天下先的这种气概 和这个敢于营经商 善于经商的这个本领呢 不仅是全中国的这个人啊 特别是欧洲人中东一带的有人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温州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高利贷 因为中央企业的这个资金已经断了链条 可是另一方面呢 温州出现了某种啊 某种程度像美国那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就是产业空心化了 制造业在温州早已不是一个主要的这个产业 而且在浙江省啊 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在浙江省各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排行榜上中呢 温州最近几年都是明灭榜伟 而不是榜首 那么温州人这种制造业的这个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们看到温州有这样一句话啊 夫妻两个人都在这个从事这个民营企业 丈夫是开工厂的 老婆是这个炒卖楼房的 结果老婆赚的钱绝对比老公赚的多 那么都全民都卷入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说刚才说 虽然是公务员是这个借出高利贷的这个主力 但是那些借入高利贷的很多民营企业家 并没有把借来的这个高利贷资金 用于自己企业的这个运作 而是也把它用去炒这个房地产 做这个投机的活动 所以像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个获得银行贷款 很困难 这个情况呢 其实不仅温州